两个人初次见面对彼此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还记得吗 第一次见到她就这个 白白静静的 还挺帅的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帅 我感觉就是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演戏嘛 然后就觉得这么帅 果然演员跟这个idol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听听你的那些 就是那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意思 然后试试跟她试下来 这场戏试下来也是特别的 顺 当你们得知自己是选中成为两个男主角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首先肯定是很激动 我觉得 就能够出演这个剧 因为这个剧本身就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哇 我是提心吊胆 我就是感觉自己 会不会因为演技不好 或者自己的身材管理没有太好 会不会被换掉 哈哈哈哈 我那时候真的可怕这些了 对那时候那时候其实是这样一个小心态 所以就每天都在努力的不吃东西 然后 还有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你们在正式进组之前有做过什么功课吗 首先肯定是先把剧本先熟读一遍 对 熟读几遍嘛 然后 然后把他的每一个阶段的那个情绪啊 分类一下 然后跑来去 像我作为新人的话 我可能会先去彻彻底底的理解我这个无比这个人物 然后理解我对手这个人物 然后其实像我自己就可能在没有很多技巧的情况下 那么就去尽量去演到最真实最真诚的一个样子吧 对前期我自己在家也会去尝试一下怎么去演这个片段 演这一部分 对 好 下个问题 听说进组之后这都是一样二倍的默契 就是最开始把你们安排在了同一个房间 就是一起住嘛 那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怎样 没有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说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说实话说我跟他住一起 他可能没什么心得对吧 但是我的心得还是特别多的 因为他改变了我很多东西 比如说其实我开始进组的时候 我我有74公斤 然后那个时候领导们希望我的体重是到70公斤 但是我常常就是一天不吃饭我还是会饿 而且体重还不掉 每次想吃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 算了忍一忍吧 他说今天就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他说还有几天就要开机了就不要吃了 然后这样事情也发过发生过很多次 然后每一次都是他让我忍了下来 然后第二个最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作息吧 像我本来是平时睡得特别晚的人 然后他是睡得特别早的 然后我跟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之后 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物钟 就大概每天大概11点左右就睡觉 对 这很可爱就是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会很很好的 就是一点就是他会 他会把就因为我会灯我会又坐起比较 因为我坐起会比较浅嘛 所以说然后可能关那个 然后他就会怕打扰我 丢那个手电筒拿着手机照着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在睡觉嘛 突然醒了 然后看到一个人就是拿这个手机手电筒 真的真的 照来照去多少休息 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还挺暖心的 很甜心很无比 爱了爱了 哈哈哈哈 那这样相处了一个月 二位觉不觉得互相这个感情啊 有升温吗 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我们已经合不一体了 已经 已经不只是升温了 他想干嘛我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就就有时候可能我举个屁股 他就知道我今天吃了什么 哈哈哈哈 对就是会常常会很默契其实 对就是